大家好,我是賴斯拉 緊沽了香港959天的口罩令終於解除了 不知道大家習不習慣脫下口罩的日子呢? 早幾天,我和朋友回到內地 比大家更早脫下口罩 感覺就好像少了些安全 或者真的需要一些時間去適應 今次回到內地,我們先貪新鮮 想見識一下在疫情期間啟用的橫琴口岸 距過一個過關的流程 所以就安排了由香港搭船去澳門探製 再經橫琴口岸,入境珠海 澳門旅遊局為了鼓勵更多香港旅客 在通關後去當地旅遊 所以直至到3月31日為止 會提供船票買一送一的優惠 有虛程每天開始計7天內回程 這樣回程那張船票便可有效使用 至於期間是否停留在澳門 或停留在內地其他城市 沒有嚴格限制的 所以上回大灣區越西的朋友 又可以多一個交通選擇了 因為我們是在疫情後第一次由澳門入境內地 離開澳門之前必須申請一個綠碼 然後就經海關的人工通道 用香港身份證過澳門關 再向前踏一步 用回鄉證過珠海關 就是這樣就入境左橫琴 這一個一直被標籤為五秒過關的體驗 終於領教過了 真是很方便 和朋友在口岸附近礦下打卡 就回家了 一年之後再和這個家相聚 很慶幸 它別來無恙 一切安好 今次趁著中港全面通關回內地 目的是想完成兩屆任務 其中一個任務 就是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屋苑 埋到一個合心意的車位 經過今次我看過車位之後 真是完全超出我的認知 令我對內地車位的標準 和它的營銷策略 有了全新的理解 我住的屋苑是分南北兩區 住宅單位已經全部受慶 南區的車位稍早前已經是推出了 而我住的北區 因為有一條人工河 跨越了同區一些屋苑 佔用了地庫一部分的空間 令到車位的數量 比南區那邊少很多 南區的車位的配比是接近1比1 而北區的車位佔比只有1比0.5 所以很多業主都很緊張 經常都留意著車位何時推出 希望可以第一時間搶到一隻車位 望穿秋水 最近北區地下車庫 終於通過了驗收 可以公開發售了 可能因為地下車庫的空間比較少 供應有限 所以價格比同區的車位是高出不少 也因為要用盡所有面積 去規劃最多的車位 於是就讓我們見到很多奇蹟和奇景 地台有了 自留平 很厲害 這些位置很窄 你擺單車嗎? 單車嗎? 單車嗎? 波子? 波子都吸不進?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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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有條樓梯級 嘩 兩個位置 才夠拍 真是奇蹟 旁邊的車位的業主 又要怎樣去面對這件事呢? 一直以來 我們買車位最關心的 就是那些車位 是有產權的車位 還是沒有產權的人房車位呢? 那個車位 近不近自己住那一棟 價錢又合不合理呢? 如果 所有東西我們都覺得合心意的話 很多時候 就這樣看完平面圖 就會落實選購了 但是 原來 車位的大小標準 可以差距這麼大 都一樣可以通過驗收 所以 稍一不慎 我們沒有仔細了解清楚尺寸的話 就這樣看圖買車位 隨時又會縱伏 我們繞場一周之後 就再去問開發商直銷的物館人員 還剩下哪些產權車位 他表示 有部分是預留了還未推出 下一批就會連同機械車位 一起出售 現在他覺得可以推介 有產權的車位 就是這一套 所謂一套 就是要打包兩個車位 一起買的 因為要買了這個人房車位 才可以把車 泊進去這個產權車位 而這個人房車位 極大程度的意義 就是作為泊車的通道 真是太不可理喻了 那究竟這個格局這麼精奇的車位 又要索價多少錢呢? 就是這個價格 我們就順即回覆它三個字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同感 或者開發商都意識到 他們開價太進取 但是又不想開中名義減價 於是就想出了反租的方案 他們會以每個月 900元的租值去反租三年 三年之後 業主想買就買 不想買的話 他們就會扣回租金 元銀奉還 一向對於反租 全有極大戒心的我 接收到這一類信息 當然會比較抗拒了 所以 我們就再找一位內地的中介 帶我們去了解一下南區 和附近屋苑的車位 沒有比何度佔用地庫面積的停車場 整個價格都正常很多 車位的價格也都相對合理 車位的大小正常 竟然已經成為了優點 雖然第一項任務暫時未能完成 但是我們都搜集了不少資料 可以慢慢沉澱一下 和見識過內地車位的旗幟 提升了選購車位的意識 還可以和大家分享當中的縱伏位 都算是有所得著的 下一集 我會再和大家分享 今次回到內地的所見所聞 繼續和大家品摘、品味、品生活 如果你都想和我們 以買家的角度去看清大灣區 請你訂閱、點讚 和把我的視頻分享開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一齊開開心心 去發掘大灣區的真面目